下来一起关注各报头条 新州重点关注两天前刚刚推出的 公积金局的第三户头 公积金局指出要把第二户头的存款 转账到第三户头 过程会在三到五个工作天一内完成 再转到私人户头则在七个工作天内完成 因此就算会员在新级 也无法再提交申请的同一天内 从第三户头取钱使用 此外民众其实也不能自行决定 转到第三户头的数额 而是需要根据一定的比例来分配 中国报的头条则是关注 即将落实的电子发票制度 副财长林慧英指出 小贩及特定行业只需要在每个月尾 给内陆税收局发月节电子发票 并不需要日节 他也安抚微型商贩不需要担心 对日常的经营会造成困扰 因为政府将会提供另一套不同的机制 南洋商报的其中一个头条 则是关注新骨毛周期补选成绩 巫统总秘书拿渡阿斯拉夫指出 团结政府在六个乌役投票区取胜 这显示马来选民的观感已经是有所改变 了解到不能够再让种族情绪和宗教课题 成为捞取选票的筹码 那下来要看到的这些新闻呢 还是继续剖析新骨毛补选的成绩 那中国报就引述西蒙的这个分析 那这场补选中呢 共有16个投票中心 那西蒙呢是成功拿下了14区 国盟则是只赢得2区 西蒙却从国盟手中呢 赢下了两个以物意居多的选区 也在军警和邮寄选票中取胜 此外在各组选民的支持率方面 西蒙也是有所收获 物意选民方面 西蒙的支持率从去年周选的39% 增加至42.7% 此外在华裔 印裔 还有原住民的得票率方面呢 和去年的周选比较呢 同样是有所提升的 好 我们下来要换个焦点 关注的是新洲日报的这条报道 好 我们看到的是我国在传出了 这个校园霸凌事件呢 那这次的霸凌者竟然是只有7岁 根据新洲日报的报道 槟城威省一名母亲在脸书贴文控诉 上一年级的孩子在学校怀疑被同学霸凌 他表示儿子的同学不仅是推翻了儿子的桌椅 还泼水淋湿了他的书本还有文具 再把文具给扫落在地 更让他气愤的是 老师明明就在现场 却没有出手阻止 甚至还拍摄视频上传到了社交平台 这名母亲就表示 他曾经传短信给霸凌者的父母 不过对方却完全不当一回事 没有回复他 那霸凌事件发生之后 学校的老师校长也没有人主动联系他 那他已经是写了这个正式的信谈投诉 他说如果校方今天没有给他一个交代 他将会把霸凌的细节公诸于世 那万一是校方叫做西士宁人 他就会直接报警处理 好 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天气预报 好 我们可以看到气象局 那今天呢 他就做出了这个预测 好 我们来看看 好 那早上时段呢 全国是晴雨参半的 那下雨的地方并不多 冰城 吉打 霹雳和柔佛的部分地区 沙巴内陆地区以及纳敏会有雨 不过到了下午的时段呢 天气就预计和过去的几天是大同小异的 全国大部分地区几乎都是笼罩在雷雨当中 半岛这边所有周暑都会下雨 东马则是只有纳敏以及沙拉越的斯里安曼 墓中和斯里街预计会放晴 那么到了晚上预计玻璃市 吉打 冰城 登加楼和布城 雨市会烧停 东马方面沙巴陡湖和古达 晚上预计不会下雨 其他地方雨市夹带着雷暴雨 那阴晴不定的天气呢 预计最高温会到34度 1万块儿 一个地方雨顶是在候 沙巴陡湖和露